有段时间老婆对我很冷漠 让我很伤心 我们俩在家基本上八九个小时 不说话是很正常的 虽然都坐在一个房间里 但这只是你的一种猜测 不一定就是她说的 这个感触是有的 那就是了 所以为什么是这种感触 不是她前段时间不看那什么 什么霸道总裁小说 你知道吗 突然之间 这个人拿起手机 不吱声了 你跟他说话太大腔 但是他不会主动跟你说话 看网门看入迷了 但这个事我心里很不舒服 其实就是小女生对爱情的一个 幻想 幻想 幻想什么呢 就是无论我经历什么 你都在 理解了 什么霸道总裁呀 这是搞服务工作的吗 你痛苦的时候 她陪着你 你有困难的时候 她帮助你 你有任何东西不满意的时候 她都在你身边 这才叫霸总啊 这才叫霸总啊 这是搞服务工作的吗 我替我那段时间 让你不开心的那段时间 我看到那些网门的霸道总裁跟你喝一个 对不起啊 哥 生活中的我是一个每天要弄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人 但是还好我老公是一个特别能安排的人 特别能张罗的人 就跟我老公在一块 他总是会替我去善后 对 那个时候我在搞服务工作 霸总都是我老公了 对不起 对不起